Béja Vu I've just been in this place before Higher on the street 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想出来这个转场的 但是这个转场太天才了 就是太累了 我气都传不上来了 跑了大概30次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又到了洛杉矶 只是这次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感觉洛杉矶的阳光也太重组了 老王在干嘛 为什么把这个 哇 这个有点酷的 你这曝光好像有点不对 我也觉得有点怪怪 老王在飞飞机 订阅用的是log 这边应该不是进飞区所以可以飞 恭喜老王成功回家 这次来洛杉矶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要在这边停一天 然后明天就要去参加拉斯维加斯的NAB展会 这个时候每年都去的 已经去了三年 这是第四年了 然后这次阿胜还有老王还有志豪 所有的这个签证都过了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以一个整体的团队的形式 出现在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展会上 但是志豪呢现在因为和他女朋友已经跑去 所以我们就只有我们三个人 然后再加上Jim Jim我们先介绍一下Jim 对 Jim我们昨天才认识的 Jim前几天微博商跟我说 阿胜Tim我能不能给你们面积10分钟 然后他就在我们的柱里玩 但是在我们去拉斯维加斯展会之前 我们还有这么一天的时间 在洛杉矶可以稍微待一会 然后Insta360公司联系了我们问我们说 我们有没有兴趣来做一个挑战 就是他给我们一笔预算拍到 尽可能有意思的这个体验的画面 当然要用到他们的相机就是这个 现在我们已经挂在车上的 Insta360 ONE X拍到尽可能有意思的东西 我们现在把它装在这个叫什么车上 Don't charge这辆车5.7 V8自然吸气 非常男人的最爱我跟你讲 听到他的声音就会血脉膨胀 因为我是个涡轮车主嘛 我不知道那些人老是在网上说 哎呀涡轮就是不是车啊开不了啊什么 自然吸气才是王道 我以前不理解 自从开了GIM的车 原来如此 嘿嘿 就是就是我我以我开S3的方式 开这辆车的时候我就 好了好了没时间没时间 我们几点钟的几点钟的那个 对为了我们拍下有意思的画面 我想我们总得做点人生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把这笔预算好好的用上去 所以说我们就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等会告诉你们我们干啥 我们是第一次开到机场里面去 哇我们可以开进机场 舒服来啊 哇 一粒车子牛逼 哇这个飞机好大你看 你看 就是感觉所有的飞机都在这边 就自己在跑来跑去 不是那种传统的那种民用机场 就一个小机场 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感觉吧 反正 啊这就是我们要来的地方 我们预定了 哈哈 很困难 很困难 OK 你每个人都要站在那里 跟装置 OK 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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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边的这个制度还是挺宽的 我们可以带任何设备上飞机 只要不要操纵就可以 所以说没什么要求 不能把门打开 但是我看到 但是我看到那种很 就很酷的那种照片都是把门打开 然后把那个 因为那个飞机塌了 哇哇 这个 Shot over 这个拍的 Santa Monica这件事 Santa Monica 这个基本上就是上一次我来洛杉矶的时候 我们去的那个地方 这是他们拍的那个照片 好漂亮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选择 做直升飞机呢 主要第一点就是因为超级想做 从来没有体验过 以前经常看那种 国家底里的那种很厉害的摄影师 当时在直升飞机上面拍 就很想体验一下吧 这是一点 然后就是我觉得直升飞机 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Insta360的这么一个场景 因为你可以拍到下面的所有全景 又可以立刻转回来 拍到直升机室内 就是完全不同的景 你怎么戴BOSS这个眼镜 我要戴上 嘿 天呐 你看四倍 就你看这边全是飞机 然后没有任何阻拦 就虽然我不能走过这个线 这是规定 但是就很奇怪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机场 就感觉好有意思 有两个吗 那边也有吗 我去 哈哈哈 我胆子很小 怕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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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怕怕的 因为未知这个东西未知 就叫飞机嘛 啊 那我们无人机炸机怎么回事啊 哈哈哈 谁炸过 谁没炸过 哈哈 谁没炸过 谁没炸过 没有人没有炸过无人机 All right you guys Yes we're ready All right let's go Nice 对啊 一开始我和阿神都以为 坐直升飞机是一个很可怕的事 毕竟这么小的空间 一个悬翼 起飞的时候又抖得很 难免会有一点发怵 因为戴着耳机 我倒是基本听不见噪音 我也中间尝试的取下了一下耳机 才一直到螺旋桨的噪音原来这么大 当你被这个钢铁怪物带上天之后 你整个人反而一下子就平静下来 我们坐的这架直升飞机 事业很棒 叫R44 基本都是玻璃 所以给我的感觉就像是飘在空中 俯瞰整个世界 这个和做客机是完全不一样的 过程之地貌变化很大 一会是平地 一会是高山 而当你飞过高山之后 一面而来的就是海洋 我在直升机上总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就像是在梦里飞行一样 是一个很微妙的感受 在梦里飞行三个星期 自行哥 在梦里飞行一波 降到梦里飞行一波 王国儿 登陆 与蒿 语 我觉得我算是赌对了 虽说我们拿着专业设备上的飞机 也确实能够拍到这些平常拍不到的美景 但是我们当时的心态 还有真实的感受 确实只有圈景相机 才能够完美地呈现给你们 我希望你们能够看着这样的画面 感受到当时我和阿神的 感觉非常非常爽 就从来没有这样的体验 是真正人生第一次 对 就感觉你就是一只鸟 对 就感觉这和坐普通的飞机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坐直升机比坐普通飞机更加舒适 对 气也更加广 你坐四人飞机你看它窗是这么小一个 但是它60%都是玻璃 太舒服 太舒服了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一下 绝对是难忘的体验 这个没什么可以说的 真的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就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无人机 就像一只鸟 对 现在是我们为老王还有 Jim送信用 快点 你找吗 快点 没做过吗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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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飞完一圈以后 老王和Jim也做了一圈 视角真的决定了一切 在天上飞旋手一指 你就能够看到 威尔什米斯 乔尼德普的豪宅 也能够看到洛杉矶当趟高楼上的停机坪 还有Santa Monica的摩天轮等等 反正下了直升机之后 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就是直了 这绝对是此时难忘的一个体验 怎么说呢 这个相机 就像我之前说的 这个相机你要做它比画质的话 那肯定是 这些后面Red 还有EOSR 这些看起来画质观感会更好一点 但是所谓的道理就是 人有我无 就像我现在拍一个是那个 一个超级延时 就是你在拍摄全景的时候 你可以动得很快 然后一下子定住一个升格 因为拍摄3K的这个全景画面 然后你又可以转向另一个方向 然后又是一个升格 这种延时算是别的相机没法实现的吧 再加上它自己本身有防抖 你也不需要任何稳定器 这也是全景相机的一个优势 就是你任何的一个抖动 它内部都有个陀螺翼 会把它给矫正过来 就是你 比如说你这边很晃晃晃晃晃晃 整个画面 但它拍的是一个全景的画面 是一个球体 所以它可以后期通过陀螺翼 把它重新矫正过来 这就算是全景相机的特性 应该怎么说吧 所以说为了跟EESA360 抬积到一些好的画面 虽然现在非常冷 但是我还是要做一个非常应用的事 就是我得下水 还有得下海 下海 我要下海了 EESA360因为除了拍全景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功能 就拍子弹时间 只在时间上EESA360推广是比较重的一个功能 所以零楼上你可以把它捆起来 然后像这样就可以甩 哇 看这边的鸟 看看 看这个鸟 看这个鸟 雷枯一群 这边景色太漂亮了 你看这边这个景 我觉得人不自强 跟你们说虽然超级冷 虽然超级冷 但是我必须要拍到好看的画面 呢 那边 所以 Law 来 去 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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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超级大人了 全是 全是 应该有了 Go Now 正宗Go Now 不能在Go Now 现在超级Go Now 现在真的是黄金时间 你看我们整个都是金色的 哇 你看现在最后的金色 金色Go Now 金色一亏 我会想说的是 光果然是一切的灵魂 这是几个月前在同一个地方拍的画面 那时候是阴天 还下着小雨 看看现在 在接近黄金时间的 三藤莫里卡海滩 我想我不必再多说什么了 如果说你会问我什么是难忘记忆的话 我会说现在就是 看那里 这种夕阳 我觉得上一次我看到是在泰国 已经是三年 三年以前了 对 我觉得现在算是 应用全景相机最好时机 因为你看 我头上 这种场景就是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有东西在发生 是用全景相机 可以把身边所有事情给抓下来 说白了就是可以重新回到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有两个东西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我喜欢环绕音的麦克风 就是立体性的麦克风 还有就是 像这种场景下的全景相机 我个人觉得全景相机是一个 不能够替代传统相机的东西 这个我必须说清楚 对于普通人来说 有很多时候你是想把整一个景都记录下来 等到之后你再来回国来观看 这种时候就是全景相机最大的优势 因为不是专业的人很难取到一个最完美的景 但是能够把所有的场景都给取下来 在后期再来慢慢品味的话 绝对是一个好事 对吧 走吧我们走吧 我想说我都快忘了全景相机有多有趣了 我上一次这么用心玩全景相机 还是360 ONE一代的时候 看看这是那时候拍的画面 这个其实就是拍两个全景的画面 假如有蓝天的话 你就可以把小星星给抠出来 然后再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上 做一个小星星飞跃的画面 那说回来 现在在剪辑这个Vlog的时候 我又有感而发 因为前两天 我们看了何同学出的新视频 各种创意 呃 我想到我以前也是这样 总是想着变一点新花样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掉进一个循环 就很难有一个大的突破了 算了 这话是对我自己说的 趁着现在还有能力改变 应该再尝试突破一下 我们之前一直在考虑 到底是坐飞机去拉斯维加斯 还是开车 最后考虑再三 我们还是决定 开五个小时的车 前往这个荒漠中的城市 一路上我们总有一种 在西部世界中的感觉 大片的荒漠 很难想象 最早来到拉斯维加斯的人 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我们车的空调也在路上坏掉了 导致我们只能一路开着车窗行进 不得不说 拉斯维加斯的太阳实在是太多了 已经三个多钟头了 应该离拉斯维加斯已经不远了 但是我们一路上过来 觉得最神奇的一点就是 这边什么都没有 就是全是荒漠 连一点点绿植都没有 都是这种小小的草 就不知道当初他们是怎么 把这边给建起来的 这个路超级平坦 然后有这么多车道 就感觉修这个路 应该是个很大的工程 但是还是做出来 而是应该给他们看一下 那个地图上面你看 就是一片荒漠 这边已经好了快到了 所以差不多就在这边结束这个Vlog 因为接下来就很忙了 要认真地开始做NAB的转播了 要做好多视频 应该很累 不管怎么样 至少在洛杉矶这段时间 还是非常快乐 也实现了一些 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比如这个直升机旅行 绝对算是难忘的一个旅行 OK 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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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男人你就咬一口吧 你不是搞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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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说 芒果 好多芒果 然后 不对不对 是金子 他说 我以为你开玩笑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想知道 我给你评论了一堆芒果 芒果精 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柠檬精 那柠檬精 我还笑死 什么呀 芒果精 肯定是看到你坐飞机 然后他们就发了很多芒果 是不是 就发了个芒果 然后一个柠檬 是吧 吃个药 哇 这里有棵 大树树 水山 给你们看看 这个滴水观音 看 这个大菠萝 这个菠萝有点大 这个好玩 这个菠萝尝一口 现在我们为大家表演一下 尝一尝美国洛杉矶特产的菠萝